大家好 歡迎回到《軍公開密》 這一節又和陳博士談談科學、軍武的事情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中國的火箭 最近中國的長征二型的火箭 在其中一個基地發射 這個火箭基地發射的時間很好的 而這次發射的這個項目 都是由中國和法國一個合作的太空科技的項目 但是很不幸 其中一節我們所說的火箭推進器 就跌了去貴州附近的一個偏遠的山村裡面 不過幸好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傷亡 不過這次天際畫了一條橙紅色的這條的煙 然後再墜進山村那裡 然後有個小型的爆炸 這件事就真的比較矚目一點 那個畫面上呢 就都挺震撼的 但是又再次引起大家討論 就是中國怎麼去處理 就是他們太空上面 由天下跌下來的東西 就包括一級助推火箭 然後可能我們會延伸去講一下 這個二級助推火箭 出了第二層之後怎麼去處理 燒不乾淨之後 跌下來的責任的水素 還有我們又會有個插曲 陳博士會跟我們講一個新聞 來自美國也有跌跌的時候 那麼NASA怎麼去處理一些呢 給佛羅里達州居民 就是他們控訴投訴的案件 也都會看到 所有去處理外太空回來的事情 其實應該會有些什麼情況要處理 還有最重要的 有些什麼的偏差 始終真的人算不如天算的呢 我們今天也要和大家聊一下 大家開始的時候 大家記得幫忙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幫忙給like 好 我們和習博士先聊一聊 習博士你好 Larry你好 是的 我們今天要說一下中國火箭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其實體內本身沒有什麼特別的 很簡單 它純粹就是一個火箭發射 來自中國一個火箭發射的基地 說起中國的火箭發射基地主要有三個 一個是內蒙古的 一個是山西的 一個是四川的 今次的一個是來自四川的 其實按照道理 它發射我們經常說的火箭 有一級座推火箭 二級座推火箭 接著就將衛生 很多東西不同的就射上天 今次出事這個 是不是就是屬於我們說的 它最低那一節的一級火箭的座推器 以及為什麼在四川那裡發射 今次這個就是貴州 都是沿途經過這些地方 紮落來這一刻 究竟純粹是意外 因為失算 其實中國用它們的概率計算 在它們的角度 其實都仍然算是一個安全的處理的手法 看看那個新聞消息 由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這個一聽就很老牌的 就是中國的衛星發射基地 然後它那個一級 推進那個殘骸 就跌了去貴州的仙橋村那邊 就是現在初步外媒消息那裡 就是這樣透露 有視頻看到的 就是放了上Twitter 或者是中國的社交媒體都看到的 還有很有趣的就是 Larry你也有展示出來 就是它下來的時候 那個火箭殘骸還沒有跌到下來的時候 就是後面拖著一條橙啡色的煙 我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就想起 其實我們以前講的類似題目 就是譬如說 那些火箭去推進燃料那些不同的技術 哪一種會好些不好些 其實你會看到 原來有一些我們認為比較舊式 還有一些還在用著 一些比較好像你看起來比較髒 實際上真的比較髒 一些比較高一些的燃料的技術 都依然是存在著用著的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不同 就是幾代不同的火箭技術 其實就在我們這個世代裡面 原來同時都出現著 就是等於你出一條馬路那裡 既有很先進的新型的車 也都有一些已經是前七了很多次的 這些很舊的車都有 那火箭技術那裡都是 那或者由我們那個火箭發射 那些安全的東西先講 你說地球上那個 就是因為萬有引力緣故 我們是暫時未找到一隻燃料 可以幫我一下就直接把一支火線 推上去太空軌道那裡 就是說你要去離開地球萬有引力 你一定要中間脫一些東西出來 令到前面那支火箭 就不要帶那麼多無謂的質量 你要拋走一些質量 才可以令到你有足夠的燃料 幫你產生足夠的推力 將你脫離了地球的萬有引力的 所以一直以來 有這些火箭啊 太空任務啊 這些東西 你發覺都是會有東西脫出來的 就是無論你說多先進的公司都好 都是有東西脫出來的 但是問題就是你用什麼燃料推上去 第二就是說你脫出來的東西 哪個國家或者哪間公司會處理得好些 那就決定了它的技術那個高低了 那或者問一下Larry 如果今時今日呢 一些比如商業的公司 幫人把那些火箭發射進去軌道那裡 然後有一個比較先進的技術 你會想到哪間公司 那當然是SpaceX 是的 那SpaceX其中最把炮的那樣技術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就是它真的可以整支回收的火箭 整支筷子這樣 還要很精準的插進去上面的回收基地 是的 是的 那我們早前才講完一頓那個Starship 就是它無論最強的推力的火箭 它擁有 它有這個技術 然後還要做到可回收的 那也可以做到這個技術 然後輕巧一些普通的 它那些叫Falcon9那些 那些Rectar那些都是的 它可以自己回來 在那個海面上的平台那裡 那變成了 你會發現這些公司 其實它現在講的是 它基本上是壟斷性那樣地的 世界上有九成的 將衛星發射進去軌道的 那些生意它們全都拿了 那其實就是因為便宜好正 它可以做到很輕巧 價錢不高 然後就是成功率高 技術正 另外就是它不會對周圍的環境影響低 譬如舊的技術 你沒有一個導向的裝置 將那件一級推進帶回去一個固定的地方 靚靚仔仔降落 於是那些東西就是去到哪裡 飛到哪裡 你盡量只能夠去計算一下它 可不可以跌下去一個沒有那麼危險的地方 其實我會這樣說 中國好或者其他國家好 在他們用以前舊一代的技術 譬如以今次中國這個西窗這個事件為例 他們是有考慮過要選擇一個 那個軌道下面經歷了不要橫過大城市 然後有東西掉下來的時候 就盡量不要掉進去有人的地方那裡 譬如說以前美國以前的歐洲 他們會怎樣做呢 譬如你說歐洲的或者甚至美國的項目 他們會用到南美洲北邊去歸亞那的發射基地 那基本上就在那個大西洋 加勒比海那裡 你預舊的東西都是跌下海的 即是就算剛剛SpaceX的東西 都是預了去試射 就全部預舊的東西 無論前面那次後面那次 全部都是跌下海的 就這樣會計算 譬如德州那些發射基地 就是Houston那些 或者是佛羅里達那些 它都是一個周圍有海 即是有海的地方來的 所以你有一個一級推進會跌下來的時候 就很大機會就遇上去掉到海那裡 那就希望能夠做到穩陣一點了 但是中國你無論選擇山西 選擇九泉 或者選擇這次的四川 你會發覺都要飛一輪 都還是陸地的 那你說如果有一個不是的話呢 就是叫做海南島的那個文昌 那它就叫做我認為是條件最好的那個 那因為真的有些什麼就跌下海了 那相對呢 對他們自己國家那個人 那些性命財產呢 就更加好的保護 那現在它在西昌發射 有東西跌了下來 跌了去貴陽那裡 你會發覺就相差 如果在地圖看看 由發射位置到那個 一級推進跌下來的位置 相差三百公里左右 那是一個其實都很正常的一個距離 就是你有一顆東西在中間跌下來 會在三百公里以外跌下來 那以這些飛到上天 就是都成以百公里計的東西 那其實是合理的 那問題就出在哪裏呢 就是那些黃啡色的煙 那你就算有計了 你都盡量 你也有計過避開文具 但是很多時候有很多的因素 是令到你掌握得不清楚的 就是你那個火箭的燃料 究竟關機 即是開機 去關那個引擎或燒完 它究竟掉的時候會差了多少 那那裡是其中一個不差 你多飛一秒 飛多兩秒 或者早一兩秒 遲一兩秒 對它的入軌道可能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到下面那支一級推進那一節 它降落就會有影響 就是落到哪裏就會有影響 以那些推進火箭來講 它上到那個位置已經是每秒 每秒在飛的距離 是以公里計的 變成你早半秒遲半秒掉的話 你最後落地的時候 很粗疏的估算 你就以公里計的不差了 就是那些位置 最後落出來的範圍以平方公里計 還沒計算在大氣裡面的那些氣流 你還沒預計到那些氣流的活動 它會將它吹到那裡 那些不差就是這樣來的 那你見這次貴陽仙橋村 它拍到這個 那只能夠這麼說 都已經不是在大城市 都是在那個農村 剛巧那裡有人住 但是如果你考慮到這些風險的時候 你就要想 那萬一掉下來 最好不要窄到人 但是呢 最好也不會有大爆炸 但是你做得燃料 就會有些爆炸的東西了 但是就是說 那些燃料可不可以做到 不要那麼有害呢 就是現在我們 譬如我們現在主流聽到那些火箭燃料 Larry 你不知道還記不記得有哪幾隻 如果現在的主流 現在呢 通常都要用氫 或者那些甲圓 那現在 都見中國也好 美國也好 都很積極發展 那些甲圓那些 是的 譬如說你用的甲圓 出來算是一種 它是化石燃料 但是它算是一種 碳排放和效能比較高 就是碳排放比較低 但是效能比較高 就是燃起來已經沒有那麼骯髒了 那另外 如果氫的話 就更加的 碳排放會低 那因為你燃氫 就出水而已 所以大家走的路線 新一代的那些 就是怎樣去駕馭氫氣 和駕馭去做燃料 那就是舊式那些 我們記得 都幾個月前我們提過 會有那些橙啡色煙霧那些 就牽涉到那些 那個化學名字 那些字我都不太記得 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些 會牽涉到硝酸和阿摩尼亞 就是那些硝酸胺 這類這樣的化學材料的東西 那它本身有爆炸性 所以可以成為一個燃料 但是你一牽涉到硝酸的 一些硝酸基的這些化學物呢 就是其實就聯想到 就是會產生 就是會跟一些硝酸的東西有關 跟那些二氧化淡的東西有關 還有如果它溶了在水氣那裡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腐蝕性的東西那裡有關 那那個濃度高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有那種橙啡色的東西出來的 那你預了還有那些東西就是 不要紋了 就是氣味不會好 腐蝕性 那還有本身整個東西都是致癌 那所以呢 就是比起我們所見的甲丸和氫氣 那個危害是會大一些的 它不只是爆那麼簡單 是出來剩下的東西是會拿到周圍的生態 但是沒有人在那裡的話 那那些植物啊動物啊都會受到 就是受傷 就是死亡了 所以呢 如果你看回歐盟的標準呢 它們20年前已經是將這些舊的技術是退役了 現在今時今日的世界上 你說還有這些未退役的舊式發射技術 中國有啦 俄羅斯也還有啦 那你說的北韓呢 它們經常發射一些 都久不久都會看到這些重型的 就是這些飛役的氣體 是的 那就是博士如果說起呢 那就是中國今次這件事 那當然它以前也試過 就是國際之間 不過它就不是一級助推啦 就是它呢 就是卡尼可能是二級助推火箭啦 啊 飛到到處都是啊 那就是比較亂七八糟啦 就是包括我們說 它打到去 哇很遠的 它都試過去到 像是象牙海岸啊 就是我們說科特迪亞這些地區啊 其實試過打到去馬爾代夫啊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都有的 那但是我們也說回 這次呢 就另一個事件 就在美國那邊的喔 那麽說特羅里達呢 竟然都是一個居民 那他就投訴呢 那他的房子呢 就被東西打破了 那接著呢 就細心去再查究一下 喂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天外來物 是什麼呢 那請不要跟我們說 這件事呢 最後都告路上法庭啦 那又牽涉到NASA的喔 都是要賠的啦 這些東西就 那雖然是有正常程序 但是最重要是不要有人命傷亡啦 那美國那個呢 我開始以為是和發射有關 因為是講得在佛羅里達嘛 那我就在想著 那是不是那頭的發射機器 就有東西掉下來呢 但是我可以看清楚 那些原來不是的 原來是真的在天上面掉下來的喔 那由那個零件的形狀去問回呢 原來是國際太空站掉出來的 它是一個原本是支撐著那個電池的一個支架 那那個東西就當太空垃圾呢 就會是掉了去的 那掉了去的時候呢 無論你說是先前中國那些天空的項目 那個太空站自己本身 還是有時候這些現在運行著 國際太空站掉出來的零件呢 是預了進入大氣層那個就會消毀的 就是如果你看回那件東西 那張照片都燒到洞洞黑黑的 一塊東西好像一個筆筒 就是一個筆左那麼大的 一塊這樣的東西 只是磅嶺而已 但是它就燒到黑了 一塊金屬這樣的東西 就在天空上其實已經繞了很大的圈 就是繞了很久 但是最後燒毀不完 就很壞不壞就掉了 不是掉了到海了 就是如果你想回中國先前那些太空站 比如天空那些 你都看著那些那些 那些就掉了到海裡 那當時也都有人擔心就是 它會不會掉到不是海的地方 那國際太空站這些這樣的零件 其實都預去比較細件 其實預去是可以燒毀的 那所以就算掉下來那裡 你不要去你陸地海洋 它還沒碰到陸地海洋的時候 應該就要燒了的 但是呢 這些東西就沒得預計的了 因為都是紀律這樣計的 就剛好有一塊就是燒不完 還要下去了不是海的地方 那那個地方已經是靠 在佛羅里達的一個 用一個意大利的地方名名 拿不勒斯這個地方 但是佛羅里達那個 拿不勒斯就不是意大利那個 那就打穿了別人的房子頂 然後別人要賠錢 這個就很合理了 而且一認就認到 這個東西其實就真的是 我們NASA製作的 拿來的國際天空站 就是太空站那些這樣的零件 於是就不能逃避這個責任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覺 在太空這些計劃裡面 你要控制這些風險 很多時候就是 你發射那一下 有沒有些東西拋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盡量避免 有些東西會拋出來 然後沒有去追蹤的 比較小的東西 比如說國際太空站這些 其實都是預計要是太空銷毀 但是剛剛這一次 佛羅里達那個家庭的事件 我覺得發生的機率是低的 但是就是人選不如天選 就真的都發生了 也都真是很幸運 沒有人命的損失 只有財產的損失 那這些這樣的風險 就比較難控制的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太空垃圾 很多東西都要預計 去大氣層燒毀了 但是譬如好像中國這個事件 大家就知道就是可以控制的風險 就是重量控制 譬如說 還在用一些比較舊式的技術 用一些腐蝕性氣體 致癌氣體的這些做燃料的這些火箭 就淘汰了去不要用了 其實我會這樣說 中國的趨勢一定都是長遠的 是淘汰的 不過他剛好有些舊的技術 還沒有淘汰 何況他現在發射衛星生意 都比SpaceX搶了很多 這次這個項目 做得對是中法合作的 就是天文研究項目 有個衛星仔要放上去 中法合作可以綁定的 中國那邊一定要綁定 是由中國這邊去主持發射的 所以就不會跟你把錢 洗去SpaceX都光顫別人的了 純粹都是這些這麼輕的東西 用一些便宜的技術 來扔上天 一些便宜的還是在中國國內 得到許可的技術 那就是還有這一種 比較舊式一些的技術 但是可以預期 你說長遠的趨勢來講 就是當你未來的那些甲苑火箭技術 輕原料火箭技術 甚至乎你說接下來 中國都搞他們自己 可回收式火箭 這些技術都齊齊的時候 其實都遲早你要將 這些這樣的舊式火箭退役 其實你問我呢 我覺得現在應該要退役的 就是你中國又不是沒有 其他的火箭的選擇 不過就是有些東西 我覺得一種商業 就是商業角度決定 有些東西就 好像這輛老爺車 還可以駕駛的 就是用它先 一種這樣 就是跟著 以他們自己的保養檢測標準 都還可以用的 那就用它 是這樣的意思 不過呢 如果為人民著想 尤其是如果那些的部件 都有機會跌下來的話 其實都有機會污染到當地 就是無論是食水啊 地下水啊 是啊 就是很多的天然的資源 其實我們經常說 就是你說 主席經常說什麼 金山銀山 都不及你本身的環境那些東西 其實口號是在的 但是你說政府官員 真的要去執行去做呢 其實我覺得 就是中國這邊呢 就是他們那個航空航天那邊 用了這麼多錢呢 其實都不自在 就是不爭在 就是把少少少 就是你燃料安全都放下去 考慮了 那就對人類 對環境 就是將來 都應該會更加好 將一些 就是舊有的東西 就是盡量都太隨 因為始終 就是我們見到呢 你沒有理由還是跟北韓 那些同一個檔次呢 就是發射火箭 就是那些 還有被人的形象呢 就真的太差的 就是之前呢 我記得那些新聞台那些 都很喜歡拿出來說的 就是經常都有空就笑一下它 那些燃料有色的 還要這麼紅呢 一看就只是劇毒啊 那些位子就笑它 那些發射的方向上 就要做得好一點啦 那這次我們那個事件呢 我們就來到這裡先啦 那我們之後呢 就是我們又說回呢 如果SpaceX那邊呢 有些火箭發射等等的情況呢 我相信都 今年還有機會是嗎 鎮博士 我猜有的 因為以去那個二幾個月計 就會再做試射那種 這樣的開發速度呢 我是期待著今年之內 會有第五次的應該 第五次的SpaceX試射 就是那個Starship 好啊 如果有呢 我們又跟鎮博士一起去看 那個直播啊 那些的情況啦 好啊 今天軍工開幕就來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一節 再跟大家介紹更加多新的 科學和軍武上面的知識 好 拜拜 拜拜 好啊 好啊 好啊